再跟各位扯两句 这两天有一个特别让大家兴奋的消息 就是发改委又设立了一局 叫民营经济发展局 然后有一哥们就写了一横幅 叫给民营经济设个局 当然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横幅是一个双关语 确实从表面上意思说 给民营经济确实是设立了一个管理局 发展管理局 从实际的内涵 那就是说又给民营经济设一局 我们说这个局 你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说套或者说是坑 这个东西基本你可以画等号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 民营经济不受待见 确实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了 中国有一个五六七八的说法 就是说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如何如何 60%的国民经济的70%如何如何 80%的如何如何 我也没记住 就是反正五六七八这么个说法 那真正意义上的说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的这种运行的环境下 以及就是这么多年 然后一直以来虽然有所扶持 但是一直也受到抑制的状态下 还能做到这种程度 其实挺不容易的事 那这些年 咱圣上就是制大国入落大饼 然后制民营经济如轮大锤 那就是说他每一次把民营经济就能打下一块去 比如说而且是按行业打 他不是说冒着头都揍你一下 或者如何如何 当然这也有 比如马云 这样直接给他光机脑袋上来一铁锤 这也有 但是一般来讲都是从行业来连根产的 您比如说教培行业 对吧 这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因为发现这他妈不行 离了这也不好使 然后互联网 房地产 金融 然后包括其他 医疗 现在也开始做了 当然医疗不能算民营经济 不过你剩下这个尿性 调性 就是各个行业 就是叫什么 那个水浒各位都看过 就是黑旋风李逵 李逵老师 就是直接拿着两把板斧 两把大跌 大斧 然后就冲过去 排头砍过去 大概你把圣上 把他那个形象 你挑战成圣上 大概而言 就是他对民营经济的这种做法 经过这么多年的遭改 民营经济就大概这些年躺平的人居多 尤其是以很多的中小企业为主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中小企业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掉头快 掉头快可以随时放得下 大企业其实很难 您理解这事吧 如果您做到一个 因为我们所说的大企业 你至少是每年年收拾几十个亿的东西 这毫无疑问的事 对吧 这个就可以 你是一个大企业 小卫星企业 大概在三千万到五亿之间 这个小卫星的企业 其中间就是中等规模的企业 这些企业员工数不一定非常多 但是比如说一两百 就可能觉得人家很能说 觉得一两百是一个大企业 其实不算 一两百也就算一个中小型企业 对吧 尤其在生产型的这种企业里 那就是说我停 也就是这点事 我所有的这些机械设备 或者场地什么的 我停 关停 也是更容易一点 一个大型的企业 你就很难 比如你三万人的企业 你要关停 就会比较麻烦 但是中小企业本身 又构成了中国经济 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量的我们的出口 实际上是由这些中小企业完成的 不是那些巨无霸子型的企业 你虽然看上去巨无霸子企业 风光无限 然后数字好看 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常委 就是说它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堆砌出来 中国的经济是由这些中小企业堆起来的 那这些老板的这些年也就是在之前是挣过钱的 他们自己本身如果看清楚这个大事之后 他为了保证自己所挣的这些钱 不会被无休止的这种对民营经济的打压 各种政策以及这种营商环境 甚至于包括这种突发的像黑天鹅的事件 就这种疫情被全部消耗一空 就现在开始躺平了阶段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 就是我这个国内的中小企业的企业主 还是认识不少 那很多的人他大概是这样 就是要不然收缩战线 就不像原来是像这个进行扩张了 那要不然呢 就像这个就直接把企业关停 因为剩下的钱啊 可能在中国 就是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啊 就是说像中国呢 是一个是一个不知道是怎么的一个消费大国 就是好多人呢觉得说有一些钱 比如说吧 有人说手里有两千万 在中国就毫无安全感可言 两千万人民币 在中国毫无安全感可言 那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两千万在日本 我觉得我王夏这个后半辈子 就是我王后就打活 再活三十年吧 也不多说 咱不能跟圣上似的授予天奇 咱就按日本的这个基本的 基本的这个平均寿命 说再活三十年 基本上这两千万都是够的了 你过普通生活嘛 在国内肯定有人一堆的人在说 说哎呀散人 这钱哪够啊 这个花花就没有了 你不要去这么想 那很多人他有了这个钱之后 夸击就挪出来 挪出来之后在这边过一个普通的生活 愿意做点事情 就接着做点事情 不愿意做事情呢 就是也可以大致来讲 养活自己或者是说养活自己的这个家庭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也就是如此了 所以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被掏风之后呢 那肯定来讲民营经济就不这么 肯定 谁会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确定性 本身做生意在中国做生意 就是很难站着赚钱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我既不能站着 我也不能赚钱的时候 那我干嘛呢 那我就赶紧趴着就跑吧 对吧 那就这么点事 所以民营经济这些年真的是真的是遭了遭了大罪了 那因为如此 这个发改委就已经 其实发改委被架空了很多年的一个部门 那就是自打圣上上台以后 就像那个床上叠床是一样的 他弄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组 把这个发改委的权力 就原来发改委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就都给分了全 发改委架空很久 很像当年的在晚清时代的军机处 就是给你架空的 然后终于又想起来了 真正说想干事 可能还得需要这帮人 然后就把发改委又拎出来 说又做了个民营经济发展局 对吧 可是就是说 昨天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就说过 我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咱圣上这经济学是胎教一业的吗 就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是几的 圣上一句说你经济学不行 其实不是 你们真的真的误会我了 并不是说这个说经济学有什么问题 是因为他真的是胎教 他从小 就是他 他从 咱圣上他从小啊 他受的就是那套 马克思 马经 您知道吗 是马克思主义那套经济学 他要布咱们太祖高横那辣祖 所以呢 他的经济学就真真正正是字面意义上的他妈的胎教 您理解这事吧 所以呢 他这种胎教完了以后 他到他到今天 他一直想把这东西就给他那个回归到辣祖那个那个那个行列里去 因为首先他觉得比辣祖很难好啊 辣祖是因为这个当时经济不发达 第二呢 技术不发达 第三呢 自己的这个国库里没什么钱 那现在我都有了 我能够回去 我能够比辣祖做的更好 我能够做成功 这是他的经济学的基础 所以为什么说胎教吗 真是字面意义上的胎教 就是就是如此 但是呢 他是理解不了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所谓改革开放 是一个中国政府给民营经济或者说给民间松绑的一个过程 这个这个绑不是说只是说你松了 他是各个领域都在松 各个领域协同发展 最后形成了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至少在经济层面的一个繁花似锦的 你甭把它是真花脚花吧 但是它是有效果的一个一个东西 我老说嘛 就是说他是什么 我一开玩笑就是说什么贵甲富贵海老富 然后给你松一点 你动一点 松一点 动一点 这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呀 我说的这心血真的是血呀 他不是说自己的 说说那个 我们所说的心血是精力呀什么的 中国的企业家 在原本的那个各种条条框框的时候 因为中国是都法律不是事先定的 都是突破了这个禁区之后 然后他才法律的设置才才跟上 但他没有突破这个禁区 就或者是正在突破这个禁区之前 那是拿中国做生意人的血 真真正正的血给填出来的 因为这个有多少人坐牢判刑死刑 真的 投机倒把罪 你知道 你知道投机倒把罪是可以枪毙的 不开玩笑是可以枪毙呀 就是正常的生意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 这他妈是投机倒把原来 从打中国一开始就这德行 不是说今天 一直以来中国所谓市农工商 为什么商在最下边 是因为所有的中国历代统治者认为商人是不创造价值的 他就只能 他就 他都是实行的一商 种农一商的政策 当然你说那会生产力发展没那么好 对吧 粮食更是根本 那你是这个 你也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商人会让这个商品流动的更均匀 你真是说商品流动的更均匀的话 其实是可以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和农业发展的 包括农业技术的发展 对吧 但是历代统治者 中国这么多年 你甭管是你三千多年的文明 五千多年的文明 他除了在南宋或者北宋 还有元代的一段时间 实行的都是种农一商的主义 这就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脑子就不跟这走 这个一到今天 他我为什么老说 中国跟他妈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那真是真是对接的特别好 就包括像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思维 他依然是一种对接 对吧 你说马克思对于商人 对于资本家 是有多有恶感的人 他实际上而言 他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原本的这种一商 种农一商这种方式 咔 就合保了 那咱是圣上又 他本身学识 就是看书皮的水准 对吧 他又从小受到这种经济学 经济学这个胎教 到今天为止 他可不就按 就按这么干吗 所以他理解不了 说你只有给中国经济松绑 那什么是松绑 少他妈管 就是松绑 你间间又设了一个什么 经济发展局 你他还是那种思维 就是我设一局 对吧 我设一管理部门 我去管理你 让你进行发展 那然后你就能发展的好 这依然是这种思维模式 您觉得它能好得了吗 就这么简单 你让我说 这个局有什么用 这就是给民营经济设个局 它只要不添乱 就已经是这个局 最大的好处了 那如果说 你如果说 它有什么正面效果 不可能有 不可能有 它真的是就像 那个俏皮话说的似的 给民营经济设个局 也就是如此了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几句